看看国际上台湾的处境 是不是真的很艰难 在我们诺鲁被断交了之后 是不是现在传出来 这是来自于澳洲的媒体 澳洲人报的报道说 我们还有一个断交国 图瓦鲁啊 这个驻台大使透露的 正在1月26号大选之后 就准备要跟这个跟进诺鲁啊 跟中国再次的建交 跟我们断交了吗 那外交部赶快再回应了 他回应的其实没有否认 但他强调 我们跟太平洋三友邦啊 都是很友谊坚定的邦誼的啦 两国多项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啦 未来还会持续强化合作 但是并没有否认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还有加一的断交国吗 那美国有没有信赖 对于赖清德最新的 即将领军的国阵呢 那么包括道格都建议了 格莱仪也建议了 他说北京要先听听赖清德 就职演说说什么 520是重点 急急飞来的这个访问团 在当选之后就是来交代 他要怎么的对于两岸之间有所定义吗 所以格莱仪认为 先听他说什么 缺乏直接沟通会导致误解 而前AIT处长包道格 讲的更是有关键的影响力 他说华府可以在两岸之间 居间传话促进更多的沟通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认为民进党 现在没有办法跟对岸沟通 由美国来吗 那么美国的盟友 对中国大陆确释出了善意 这是什么概念 英国的外相卡麦隆 传出来这几个月内 就会到北京去了 这是来自于英国台湖时报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 准备要到中国去访问 正在修复 由苏纳克所主导的 修复跟大陆的关系吗 那当然包括了前首相特拉斯 也说游说英国 企业能够加速跟中国的军售 那还有前 不过当然有个逆向的是 已经前首相强生 他说全球需要一个 愿意使用武力 就是可以打仗嘛 愿意使用武力 又让人难以捉摸的人 他讲的是谁 就是川普 他说像这样的川普 才能够让重返执政 是世界的大胜利 那当然就跟这个 其他现任的英国 现任的官员态度不一样 鹰派如果掌权 对世界真的好吗 那民间企业抗中的脚步 当然跟美国啦 英国啦 有点不一样 他自己有自己的路 想办法要存活下来呀 以NVIDIA黄仁勋来说好了 他在中国去的年会 还穿了大花袄 来跳舞 大家还笑说 哎呦 没有穿皮衣啊 看看这段话呢 这看起来是要准备过年 尾牙这种氛围 中国风脱掉了皮衣 但是这代表的是NVIDIA 接下来对中国大陆市场 并没有要放掉嘛 那即使美国对于NVIDIA 到中国大陆的销售 一直有各种的限制 但他的动作显然 还会有更积极的 希望在大陆市场 有所这个领先 那中美回暖了吗 很多说国防高层 有要会面 但重点来啦 大陆增持咯 美债 这是七个月以来 一直在减持减持情况之下 第一次增持了美债 这个是根据美国财政部 去年11月 国际资本流动的报告显示 去年11月增持之后 124亿美元的美债 结束了连续七个月 抛售的这个趋势 而日本也增持了 293亿美元 年增两个月 这个讯息代表什么 代表从中国减持到增值 这个过程当中 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的 微妙变化吗 尤其是2023年下半年 一直寻求跟中国交流的 这个结论 似乎有了进展 那所以叶伦就说 哎呀 我们期待再次访问中国 中美的金融合作 要定期的会晤 这代表着叶伦上次去的 这个工作 好像有落实了吗 亮哥 对于我们台湾 可能又在断交一个国家 怎么看 可能不止吧 可能图瓦鲁之后 瓜地马拉跟海地也要注意 那如果都掉了 那就是个位数 不这个确实跟赖金德的言行 会有很大的关系 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个 包导格跟葛来仪讲的也没错 就是大家聚焦赖金德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上任 那他这个 他也在上任之后 他自上任之前保持低调 因为毕竟还是蔡英文政府 那所以 我觉得台湾应该知道 对方的工具箱大概有哪些 事实上更要注意的可能是军事 就军事会不会有一些 你以前没见过的动作 比如说无人机之类的 不过这个都是揣测 我们就不去做揣测 这个意义不大 我们还是关注赖金德 他对两岸的说法 那卡麦隆去北京 这个是预期中 因为苏纳克提名他当外长 就是要缓和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卡麦隆当首相的时候 是公认中英的黄金时期 那英国也认为 他就是最亲中的总理 所以就是要修补关系 因为苏纳克基本上 还是比较反中的 那前面那个更反 叫特拉斯 所以目前英国 几个部长也是偏反中 所以我觉得卡麦隆就是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讯号 所以未来 中英肯定会谈一些投资案 或者是一些 双方的一些交易 这个 那至于中国买美债 我觉得是 因为你美元交易 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被取代 这个时间买美债会赚钱 因为大家都期待明年 就今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美国要降息 只要降息美债就会涨 全投资考量就对 就是财务投资 蔡正元就在讲 蔡正元一直说 叫你早卖不卖 等到快要涨了你才来卖 那现在就是美债要涨的样子 因为美国一定会降息 因为今年的经济真的不好 美国去年大概还有2.2的成长率 那今年普遍认为大概只有1.4到1.5 所以而且又是选举年 所以降息的几率真的蛮高的 所以纯粹基于这个判断 做财务投资并不会意外 不见得是什么中美关系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财务投资 因为他一路卖 已经卖到大概8000多了 至于Boris Johnson的判断 跟英国的主流界完全相反 像经济学人这一期 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说对全球最大的威胁 就是川普当选 没错 刚好跟他完全相反 他们非常担心 美国又重回孤立主义 美国重回孤立主义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英国 对欧洲有好有坏 因为比如说马克宏 他也想当欧洲的老大 美国如果北约的角色下降 法国乐见 最乐见的可能是中国 可能第一个得到利多的 可能是俄罗斯 因为川普一定第一时间 就把乌克兰战争给处理掉了 不过他有可能会一面倒向以色列 所以中东的战争可能会扩大 因为共和党 没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包袱 他们基本上都是白人为主的 所以我估计中东战争会扩大 乌克兰战争会迅速结束 川普跟中国的关系难以预测 真的 难以预测 他这是乌克预测的人 可是基本上他会做战略缩缩 那战略缩缩的话 就是他不会想介入很多地方 那这样的情况 对中国是相对有利 这样怎么看台海时间可能的风险 接下来的发展 我首先先谈一下这个外交 因为现在讲到这些外交 其实外交有三个东西在追 外交在做什么 第一个 安全 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国家安全 第二个 尊严 第三个 利益 那今天任何一个国家 在挑台湾跟大陆 要哪一个建交的时候 哪一个有尊严 好比说习近平去访问他 跟我们蔡英文去访问他 他觉得哪一个有面子 很显然是大陆 好比说他国家有安全问题了 是蔡英文说 我们来保护你 或是习近平说 我们来出动保护你 他会觉得比较安心 当然也是中国大陆 还有利益 中国大陆只要开放一些人 到他那里去旅游 他们那里就不是要赚翻了 我们能够怎么开放 谁能够为他们做基建 所以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在做一个外交选择 他一定跟北京建交 他不会选择跟台北建交 那为什么选择跟台北建交 就是因为底下有一些安排 其实说出来就是如此 那现在大陆越来越强大了 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跟他去斗 是斗不过的 所以我们非常 就是为外交人员感觉到辛苦 吴钊燮也真是没办法 他谁来做 可能大略都这样 但你们能不能够学习一下马英九 就是外交修兵 那我知道民进党 不可能外交修兵 对不对 你们一定要这样斗下去 那接着我给你们 第二个建议你知道吗 任何时候别人因为他的自己的利益 考量的时候 因为他正常选他一定选北京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外交部 有人断交一定先把人家 狠狠的凶武 说他死要钱 死要钱要这个要那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人家也是正常而已 你知不知道 人家要钱不对吗 哪个国家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呢 不要这样 再隔两年他愿意跟你呢 你今天把他狠狠骂一对 到时候你可能负交吗 所以不要这样子去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不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越南 叫做逐势外交 什么叫逐势外交 逐势在这里对不对 风一来他会扭 很大的风他会扭 风一走他会立起来 他永远有他自己的坚持 但是他不会去跟人家去对撞 我们今天台湾 民进党政府不断的选择的 就是跟北京对撞 你对撞 你能撞赢也就算了 你要知道一个小国跟大国的对撞 最后通常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遇税 你临危遇税 最后就是遇税 接着我要谈一下 很快来谈一下川普 我以前非常讨厌川普 后来我看到两个东西 我从此开始改变对他的这个观念 第一个 有一个网路上的川普好年轻的时候 大概比我年轻 那个35岁的那种年纪 好帅啊 你不知道是大帅哥 接受人家访问 他信中的美国应该怎么样 他所说的所有的原则 跟他今天讲的一模一样 什么你知不知道 美国第一 我们只要管我们美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看过那个叫做一触即发的 那个国防部部长写的川普 那个他的回忆录 他中间一再的提到 川普要从全世界撤军 川普的原则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我才不要管世界 我只要管好美国 美国得天独厚 如果美国不管这么多的狗屁导招事 把所有的钱投资在国内 他可以把美国建设得非常好 那你如果实在要叫我去 对不对 我要去也可以 要付费 这就是川普 川普的整个的心事就是 我们美国 把自己做好就好 不要管别人 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会支持 我会支持川普 左教授怎么看呢 现在以目前的局势来看 外交部的回忆 显然这个没有否认 就是准备有这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外交部要好好检讨 我们断交了这么多国家 在吴钊燮部长任地 但是吴钊燮部长 看起来是闻风不动 我觉得完全没有看到 吴钊燮部长 他不会留任吧 对于这个断交所采取 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是蛮让国人失望的 那当然为什么特别讲到 这一次这个断交 这个可能被断交的国家 图瓦鲁 因为事实上之前就是上个礼拜 才断交了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小国 这个诺鲁 那诺鲁其实跟澳洲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但是澳洲在这个断交之后 他发表声明 大家可能注意到 美国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 包括美国国务院 包括美国这个 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 但是澳洲有没有发表声明 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警讯 我们政府跟澳洲的关系 到底如何 因为澳洲是美国五眼联盟的国家 也是自诩为美国 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副警长 那照说如果美国真的 这么全力支持台湾的这个邦交国 澳洲应该也要发挥积极的角色 但是澳洲在上一次断交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什么声明 那么这一次如果图瓦鲁 真的有出现变化 我觉得澳洲的态度就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才跟图瓦鲁签了一个协定 就是因为图瓦鲁是一个 可能会受到气候变迁 而导致它这个岛屿沉没的 这样子一个国家 所以澳洲就跟它签了一个协定 就是说未来它每年可以接受 280个图瓦鲁人 因为图瓦鲁就只有一万多人的 它的公民 那么它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图瓦鲁 一旦面临到气候变迁的冲击的时候 它的国民可以到澳洲去 维持图瓦鲁的公民身份 但享受澳洲的各项 准同于它国民的各项的待遇 好 那么因为有这个协定 所以澳洲对图瓦鲁的 各项重大的对外事务 包括什么呢 安全 警政 这些它都有影响 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甚至包括基础设施 那为什么讲到安全 警政基础设施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 在跟这个索罗门群岛建交之后 它扩张它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 它主要通过的就是 这些安全警政基础建设的这些协助 好 所以如果未来澳洲要在这个问题上 要阻挡中国大陆去跟图瓦鲁建交 它是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在这些领域上 它都可以杯葛 但如果澳洲开了绿灯呢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其实考验的 不只是我们政府如何去维系 跟我们这个邦交国的关系 也是我们政府 号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史上空前好的背景之下 我们跟美国的好朋友 澳洲的关系如何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对这个要加以说明 那有没有把握能够通过澳洲去影响图瓦鲁 能够去维系我们的邦交国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外交部不要在每一次都千篇一律的 来说都是中共的打压 那请问我们对图瓦鲁 这个它所面临到气候变迁的冲击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 要拷问这个民进党政府的 你要真的有心要维系邦交 你要拿出一个实质的做法 真的是能够让邦交国有感 才能够维系我们的邦交 好朋友 好的 好的